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PQR 三個帶電子點 各帶有Q 2Q跟3Q的電量 並各以長L的繩子 把它連接起來 好 成一個淨力平衡狀態 他說若PR PR段的繩子張力186噸 這T PR段的 這是18牛頓 那麼他會說 這個 PQ段 這個應該是幾牛頓 好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PR段的張力 我現在把對象釘在這個R上面 這個R受了這兩個作用力 跟張力要抵消 所以這個張力的大小 就是等於這兩個點墊合 給他的作用力 這兩個點墊合給他作用力多少呢 他給他作用力 就到 L平衡分之K 這個乘以這個啦 所以是3Q平衡啦 這要多少 他給他作用力 2L平衡 分之K QQ 這是6 這是6的 整個的平衡才行 這2乘3是6 6Q平衡 這個是等於18牛頓的 好 那現在的話就是張力 這個張力的話 要跟什麼 他給他推力 我現在把對象釘在這裡 他給他推力 加上他給他推力 會等於這個張力 也就是TR TQ呢 同意多少 他給他作用力是多少 L平衡分之K 2Q乘以Q 就是兩倍的KQ平衡啦 那這要多少 只要他給他作用力 他給他作用力 就等於他給他作用力 就是這一下 這下2約掉一個的話是 2L平衡分之3Q Q平衡啦 那這個應該是多少 那這應該是多少 那我就把他給 這18牛頓 等於多少呢 我把那個L平衡分之K Q平衡分之K 我把它給加一加 3加多少呢 L平衡分之3呢 乘以 那個L平衡分之KQ平衡啦 那這加起來多少呢 加起來是2加 2分之3 2加 2分之3 那個L平衡分之KQ平衡啦 我把他給 除下來 除下來的話 是T PQ TPQ 除以18 等於多少呢 2加2分之3 除以3加2分之3 這是2分之7啦 這是2分多少 2分之9 別掉 9 928 所以 TPQ 等於多少 2714 所以是14牛頓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7 14牛頓 感谢观看